2020年的12月25号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 就是全自动的KN95口罩机的打片机 好像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成品 这是我们打出来的成品 这个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五层布的 有点长得像我们KF94的造型 所以这个也叫大鱼 大鱼这个打片机 那这个是有五层的 五层的话呢 就是说它中间的话呢 它加了一层定型棉 所以的话大家看一下 它呼吸的话呢 看没有 我呼很大的气 它是不是口罩都不会贴到嘴巴上 它就等同于美国的3M口罩 对吗 那它这个耳带的话 它是用那个用橡胶的那个定起来的 对吗 不是普通的焊接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这是鼻梁条的位置 那这中间加了一层定型棉 所以它是五层 呃 看一下这个结构 这个是非常美观的 防护等级也是非常高的 好那现在有我们的工程师 给我们介绍一款 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款机器的细节 OK我们从送料部分开始 现在口罩是有五层布 有两层五纺 两层龙喷 还有低层定型棉 啊 这个是定型棉 对吗 就是刚刚说的口罩中间那个位置 对 就不会说呼吸贴到嘴巴上 对吗 对对对 那这个是无纺布 啊 这是龙喷对吗 对对 这个的话是带感应的 这会有缺料报警 对不对 对对有缺料报警 而且 它会自动停机 如果缺料会自动停机 哇那就很省布料 是 啊 不会说啊 我这一层布料没有了 那别的布料还在跑 打出来又是废品 对吗 这个就很好的一个设计 没有 这就是定型棉 果然这个硬度是很硬的 是吗 就像那个比A4纸的感觉还要硬一点 那这个是膨胀轴是吗 也叫气胀轴 对 因为这里这个地方放气 对不对 对 放气它就可以松下来 如果没有放气 它是你看 哇 怎么样 它会夹得很紧 怎么样它都不会拉下来的 这个还是在后面带磁粉 啊 这个后面是带磁粉的 磁粉有什么作用呢 起到一个张力的作用 就是我们在拉料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力过大了 如果你这边没这个东西 它会很滑 它会这样跑动 啊 没有一个阻力 啊 这个东西就是取了一个阻力的作用 嗯 然后这个阻力还是可以调的 啊 就非常的人性化 对吧 对对对对 你看我们每一层布料 它都有感应器 感应布料的 OK 那我们看到 这后面的话是五个揪片器 因为它是五层布料 每一层布料 它都是带揪片的 看到没有 一二三四五 五个揪片器 那这个就是说 揪片器呢 是为了防止这个布料 左右跑偏 对吧 对啊 就是在换布的时候 就是布完了的时候 因为换布 如果没有揪片器 对操作调及人员的要求也比较高 然后也很浪费布 有了自动揪片 这整个上面一放 它会自动校正 啊 因为这边有感应器 对吗 看到没有 对对对对 这个感应器 那这上面有刻度表 它会自动的对 这个布料这边边 会对应到这个刻度表 对吗 去纠正 纠正它 反正它感应到了 OK 有问题 它就赶紧纠正过来 对对 OK 所以你看了没有 这三层布料 它是对的很齐的 那还有就是我们很特别的话 就在于我们这个 鼻梁条 鼻梁条的一个送料装置 它区别于市场的那种 它这个是主动送料 因为它是单独动力控制的 因为我们这里有个电机 对吗 有个直角电机 直角电机 对 它主动送料 它就不会因为那个拉力 拉拉扯扯的 因为拉拉力就是不均匀 这是鼻梁条有长有短 它这个就会比较准 啊 那这个就是保证一个 鼻梁条的长度 是非常的一致的 我有一根肠 OK 刚刚我们介绍就是说 这一个鼻梁条的一个送料装置 是主动送料的 那它保证了鼻梁条的一个 呃 长短非常的一致 因为它不是靠前面的一个拉力去 这样子拉扯 它会导致拉力不均 长短不一 对不对 它是主动式送料 因为这里有个电机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个指甲电机 好 我们这边的话 这个超声波 这个是两个融权布 第一次融合 两个融权布给焊接起来 就是 就是看得到这里了 是吗 这是两个融喷布 看没有 它这个两层融 两层融喷布 看没有 就是这里焊接 那这个超声波是用多少 15K 2600W的 OK 那这台机械主要是用了三个超声波 对不对 对 它有个特别之处的话 就是这一组是增加的 因为它是融喷 两层融喷 单独焊接了一次 对 对 对吧 对 它会在里面不稳定 对 会走位 你看这焊接以后看到没有 非常的标准 非常的漂亮 OK 看到没有 这个是我们的鼻梁的一个送料组件 对 那因为我们这边不是靠它来拉动的 刚刚说的不是靠它来拉动的 传统市场上见到很多机器是啪啪拉动的 对 但是这里这一头它还是一条长短 这一条是长短 就非常的方便了 对 好 那我们先到这一个 这个是一个外轮廓的一个超声波对不对 这个焊接的焊接的一个部分 对 好 我们这个的话是一个外轮廓的一个切刀 对 外切刀 外切刀 那这个是第一组排废料装置 对吧 排料边 排料边对吧 对 然后这是折叠模块 折叠模块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一个外轮廓 它这个鼻梁条已经在这里面了 外轮廓的一个切废料边已经切好的了 那OK 这个是我们的触摸品 触摸品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机器是稳定的话 是60到80片每分钟 我们的系统的话有中文英文和韩文 还可以定制其他国家的语言 对吧 对 OK 那我们到了下面一个环节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内轮廓 内轮廓的一个齿模了 对吗 对 所以 对 刚才那个外轮廓的那个超声波是15K3200瓦 对 这个是15K4200瓦 这个是15K4200瓦 对 那为什么它这个是4200瓦呢 因为它已经是五成了 它的布料比较厚 对 因为到最后的这个是 它不只是五成开折了之后就相当于10分钟了 哦 所以它需要了一个更大的超声波 更大的超声波才能融结好 对吗 哦 所以看到没有 就这里的话 OK 这是第二个第二组这个牌废边的一个一个组件了 对 那最后的产品就是这样子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美观 而且看没有 非常的硬邦邦哦 就是非常定型效果非常好 因为它有个定型 定型棉 对吗 对 那这里会有个翻片的对吧 对 那为什么它这里需要翻片呢 因为 这个翻片也可以是跟客户要求 也可以互翻 也可以翻 翻是 有时候是耳带有的 有的客户要求在外面 有的 还是要在里面 以前是做的一个 哦 出料是可以 那个 因为这个的话是我们用在 鱼型口罩机通用的一个送料装置 送料 送送带 对 OK 好 看到我们有个特别的 特别之处了没有 就是两种牌废边的 那我们统一是进到哪里去了呢 是统一进到这个对吗 这个收费料机 这个是 多久换一次呢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更换一次 对对对 而且是非常方便的话 我们只要手手弄一下这个 抽出来 抽出来 因为里面是用了一个气胀轴 对吗 把气放在 然后抽出来 气胀轴就是用的同样是这一款对吧 对对 因为同样是这一款 哦 就比这个长 那它就会特别好的话 就是省了一个占地面积 对 因为我们经常做鱼型口罩的话呢 你有发现 同行有没有 没有用这个收费料组 它会堆得满地都是 第一个是堆得满地的是 然后脏烂差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说这里堵住了的话 折这里的话 它会绕到里面去 把这个组件给卡住 然后你被卡住 会把它封一块 哦 那我们就非常的安全 而且非常的干净 整洁 尤其是现在全球生产口罩的话 这个就是去把它做一个废物处理 也是非常的方便 因为它已经是一捆一捆的了 对吧 OK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的超声波 那我们这个是有用到四伏电机吗 在哪里用到四伏电机 哦 我们 我们这个是传动的 是机械的 是没有用到四伏电机 但是用的是三个超声波 还有PLC 看到没有 这个是PLC 电瓶器 三个超声波 看到没有 因为这个是采取的是一个同步带同步轴 同步带动的 所以它是非常方便 那这个中间的话呢 是只要调去这个中间啊 对吗 调这个布的位置前后切刀 位置前后就不用做去调 以前没有这个装置的时候 要把齿轮拆掉 啊 转动齿轮的齿来匹配前面的齿 现在有了这个之后 它就用这里调就可以了 啊 那还有的话 那这两旁边两个旋钮呢 这些两边的旋钮呢 呃 调 呃 张紧密 就是这个是 呃 牵引滚 它是牵引这个布 在走 嗯 这个叫轮 叫牵引滚 它牵引 使它牵引作用 所以压紧跟压松是不一样的效果 就需要调节 哦 这全部都是一个作用啊对不对 对 这些融结轮啊 那些切刀啊 这些都是其他这个作用 有时候 花纹不好看啊 嗯 深啊或者浅啊都是调这个 哦 其实这就一个高低 对 这个好像是不是弹簧呢 对对对 磨具弹簧 哦 磨具弹簧 看没有 这个压你看压的就比较厉害 这个压的就没有那么厉害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其调这个 这个桃黄的高低对吗 对对 压阶高低 对对对 OK 那我们这个模具是什么材质的模具 我们这个模具是钛合金的 钛合金的 哦 那钛合金的模具的话比那个 钢的那个 红件效果会更好 会更好 对 模具还会更清晰 它让它寿命很长的 我们这个是保修的对不对 对对 寿命长 一年保修 哇 我们这个是一年保修 机箱和 机箱和那个 模具 还有换能器 都是整个一年保修 OK 好 谢谢大家